大家好 歡迎你收聽大觀演繹 我是David 今天這集就是一個短打來的 特意選一個比較平日不太旺的時間 以我來計算 我就放了在星期四的12點半 短打短短 大家吃飯叫聽一下 這是補充一下 俄烏之戰 的軍事評論 但當然 首先我也要戴上頭盔 第一 小弟只是一個業餘的歷史愛好者 絕對不是軍迷 不認識軍事的 我只是根據我 看的歷史和做人的經驗 和邏輯推理 將自己的說法看出來 第二 我當然是更加沒有任何的特別資訊 我和大家有的資訊是一樣 在網站可以找到的資訊 所以你只能當作一種業餘的分享 絕對不專業 先說明 但這一次 我聽不少 華語也好 外語也好 我都看了一定的評論 和外國的網站 但是令人 覺得有點失望的就是華語 對於這一場 哈爾科夫和 依舊沒有的光復之戰 那些評論都評論到令人有點失望 所以令人失望是什麼呢 就是導入了華人很容易導入的那個框框 就是謀略思維 何謀略思維呢 其實你就是覺得所有都是一個局 這是一個聲東擊西 故意向烏南讓攻 其實就是主力進攻烏東 頭頭幾天還要説 説成勢追擊 可能很快就連邓巴地區都拿回來 但如果大家聽過上一集 講起俄國普京怎麼想事的時候 我已經提到最好就是烏克蘭千萬不要去追擊 如果你去追擊的話可能反而會倒回中伏 那個中伏不一定是普京說的是真還是假 而是說你任何正常的做法 你那個鄧巴地區 他都會 想辦法堅守著 而且他的補給線已經很短了 俄國就在邊境旁邊 如果人家真的去增援的話 你也都未必有什麼好處 而且鄧巴地區已經打到爛了 佔來也浪費氣 你的地方你佔了你還要拉長了你的補給線 而當地就沒辦法再就地補給了 鄧巴地區 烏東地區很多地方已經打到爛了 E久沒有那些可能更好 但是你再進去那些 俄佬已經首先幫你弄爛了 那些地方 所以 那些 要來也沒用 但Anyway 為什麼我說 其實不是一個 又不是讓功又不是聲東激西呢 你所謂的讓功聲東激西 就是讓功是假功 其實我的目標不在這裏 我等你的主力放在這裏 然後我實際上要進攻另一頭 但如果是 一般搞讓功 都是有一種連續作戰的美 也就是說我之所以花得功夫在另一個地方擺精力 我目標在另一邊一定要有更大的成果 但是 你聽到現在說恢復6000多平方公里土地 多少個倫敦那麼大 多少個台北那麼大 但是你看這個地圖 其實那幾個地方原本俄羅斯已經不是 除了E久沒有就比較主力去守 但是哈爾科夫外圍那些 其實哈爾科夫很早就已經不是真真正正被人包圍 市場的真正核心那一部分根本已經恢復了 哈爾科夫是揣擾著 令到你不安心 但是你沒有說真的可以 到一旁來踢了哈爾科夫 他偶爾有導彈或飛彈襲擊那些未必是導彈 但不是一個主力方向 所以如果說到聲東激西或者又怎樣 那個成果其實 聲勢很大 心理震撼很大 但不代表是一個連續作戰的開端 所以你說值不值得搞這麼大的養工呢 烏南也不是一個沒有價值的目標 烏南是真的 實際上不是我所說的 如果你看看《紐約時報》 剛剛轉載過的一些訪問 當然《紐約時報》我不是特別信不信 但這次是值得看的 而且如果你看看美國的戰爭研究社 或者其他東西 你看看他們的報道和 他們的分析也好 我同意這件事 大家 可能說 David 你是不是猜錯了 所以你在這裡死撐 我認為我猜錯一半 猜錯一半 最猜錯一半 就是在烏東那一段 我的確挺高估俄羅斯 可以守得住的力量 所以我一直都說 主力先拿烏南 因為其實拿烏南的好處 到現在都沒有變過這個想法 依然是跟這件事 但烏東比我想像中真的弱很多 這是吃了什麼虧呢 就是沒有情報 這次其實真正來計 與其說是一個什麼聲東擊西 烏南讓攻 真正的那件事是 情報的勝利 即是信息的勝利 以前我解釋過 所謂信息或者資訊 或者情報也好 拿到來 最重要的目標就是 這些情報拿到了之後 能夠改變到你的選項 這些就是有用的情報 而這次的整個戰爭裏 其實最重點就是 到底烏東的實力是怎樣 這場戰 如果你叫我比喻 因為免得這麼抽獎 如果用一個比喻來計算 其實某程度上有幾分似 三國年代 官道之戰 你把俄羅斯當袁紹 你把烏克蘭當曹操的話 實際上就是 烏克蘭 曹操就是在官道掀著 袁紹的煙喉去路 所以袁紹一直推不過官道 在官道發生 對峙 對陣 但最終怎樣曹操一下 可以反轉 其實就是 收到了情報 情報就是 第一 袁紹的 團糧的地方 在烏巢 這個我相信 其實戰爭不用等很久大概知道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烏巢到底守軍的狀態是怎樣 如果守軍還是 通常戰爭一開始 大家還是精神很集中的時候 一般守都會守得穩 就算你明知道那個地方 你全糧的地方就在烏巢 我要燒也燒不了 不是隨便外國人 人家守衛心嚴 你怎麼走得近 人家守衛心 等下更差 暴露了意圖 但是當你僵持在一個戰場 一僵持得久 如果統帥能力低 就很容易令到你自己的後方 或者其他的戰線 就開始出現很多疏忽的地方 因為太多 戰爭的危險位 很多時候不是最激戰的時間 因為最激戰的時間 人很聰明 大家都很注意力 很集中 踢球也是 在打逆境球 被人壓著來打 有時反而那對球會有超水準發揮 只要鬥心夠 一般體能都夠的話 就算技術差一點 因為你很專注 你可能還在拼命找機會 最怕是打順了 由逆變順了 突然之間那一刻鬆懈 一鬆懈就很容易出事 所以你如果看一些歷史 自古的名將 例如海薩那些 如果他進攻也好 當他進攻的地方 第一他不會急行 除非遭遇戰 或者有需要急行軍 如果不是的話 他不會一去到戰場就立即打仗 不是這樣做的 一般早到了戰場 觀察地方 找到地方安寧 再找人 去收集情報 收集對方的情報 可能會找一些商旅 自己派一些情報人員去收集 在軍營裏 不會坐在無所事事 在軍營裏面 每天 繼續軍訓 保持訓練 保持著訓練休息 有時休息 有時給一些部下去玩 因為你玩都是 玩競技遊戲 或者玩什麼 其實在撞起軍心 你不可以令軍隊沒什麼做 最怕就是這件事 忍一沒什麼做就會太多 一太多 你在戰場上就很容易撲街 兩下就關了 所以明將就會盡量保持軍隊有事做 給他們 巡邏偵察 收集新的情報 有關於敵人的新情報 我要有新的針對性的戰法 逐步逐步去打 不是有敵人有大將 大將怎樣去找人拿到一隻大將來給大家看到 摸一下 你不用怕的 那隻將是什麼脾氣的 你等他熟悉 然後開始想一下 如果要跟大將對陣 應該有什麼辦法 你們應該怎樣散開 有演習 當你演習得多人 沒有了那個畏懼 即是不會歉 你一不歉的話 你已經贏了一大決 你能夠跟戰場 戰前的部署 熟練去做的話 你贏已經高了很多 就算到了現代 你要了解俄羅斯 現在的情況分佈了什麼 他們的軍隊怎麼打 有了情報之後要有針對性的訓練 如果你要升東擊西 你不要忘記戰場多闊 你要從烏南抽 你要從核桑那邊抽軍隊 走那麼遠的水路 幾百公里路 衝到 伊九武那邊 先從哈爾科夫 從北向南包抄 沒錯 俄羅斯的情報應該很水 但是問題就是 如果你說是大軍這樣過去 不會完全 一點聲氣都沒有 即是不會完全 精測不到 第一 第二就是 萬一俄羅斯佬 事把真是走來 在核桑突圍 那你怎麼辦 那你也大了 即是有些東西你不是弄險 即是你不是搞什麼 升東擊西什麼養工 這其實就是 兩頭蛇 但是兩頭蛇裡面 之前 例如我在 幾個月前 其實三月份已經有 不是三月 那個應該是七月 sorry 七月份 還是六月份 我有一集說過 我自己個人的看法的部署 烏東會保持壓力 烏南會是主力 實際上現在都沒有變 只不過當你烏東保持壓力 烏南保持主力的時候 你同時一直在收集情報 那你在美國今時今日人造衛星 高空偵察機 無人機 當然烏克蘭也有無人機 烏南可能還會有 特工 滲了進去 情報人員也滲了進去 北約也有情報人員滲了進去 更加重要的就是 可能有一些烏克蘭當地的反抗組織 游擊隊 他們都會過了 甚至當地的居民 還有北約一定在截聽俄羅斯的通訊 將這裏整堆情報全部分析 就是大家的部署會是怎樣 如果你看到俄羅斯 在烏東的部署本來守得很緊 一直很精準很精銳 但是因為拖了兩三個月之後 太多 而且他們發覺好像烏南 更加緊張 對於烏東來算是 其實他還需要一支大軍 如果要做驚訝 一般不會用大軍 這些我令人失望的 尤其是 華語世界有些評論 有些有軍事背景 真正的軍事人 有些人在說 你都會說到是聲東擊西 這些真是令人覺得 大佬 你不是的 驚訝敵是用不了大軍的 如果你用很大支軍隊去驚訝敵的話 其實很難別人不知道 而且你一定會脫尾 因為一支部隊 你要首尾雙年 你會這麼容易 就是 一支大軍幾萬人是過不了 其實那支我估計 依然是分開了戰區 不是烏南戰區調過去 我相信是烏東戰區 最多由 烏西或者烏中有些地方再增援一部份過去 烏南是沒有放鬆過 你也只有不放鬆下去 你才可以 這個地方才可以打開 因為核桑有什麼不上一帶 不是說核桑市 核桑省 或者核桑州 我們應該這麼說 核桑州有什麼不上一帶 而要找突破口 是需要一些時間 先要截斷他們的補給 然後就一直磨死 但是 回頭就是 美國和烏克蘭 或者北約和烏克蘭之間 互相交換情報 而交換到的情報 發覺 我個人估計烏東那邊的俄軍已經太多 那就可以來一個驚訝 當然再加上就是幫他們找到 哪些空隙 以及他們可能在哪些時間做交接 或者哪些時間有定時調防 Whatever 甚至觀察到平日的士兵到底有多懶 哪些時間在睡覺 哪些時間在倒坨 男女 哪些時間喝醉酒 啪啪呼 諸如此類 有所有的情報 你就可以知道 哪段時間我突然之間 驚訝 穿過他的陣地 打入他的背部 打人背部是很有效的 因為人這類東西 很奇怪的就是你一被人打背部 你的本能就是走的 你面對面打就未必會走 面對面打的時候你會很穩定地 站穩我的陣腳 然後試一下把 避一下 隔一下 然後再反擊 你會這樣做 但被人打背部 除非是 就算很有經驗也好 你要想打回馬槍也要走一走來打回馬 很少可以不走 因為不是被人直接捅死你 除非是怎樣有人背靠背 有人守住你的背部 你的手是守得很穩的 等於英文有句說話就是 I have your back 你對著你的朋友說 I have your back 你跟他說你不用怕 我看著你的背部 我支持你 我保護著你 我會看著你後面 I have your back 有時候你到一旁問 Do you have my back? 問兄弟 Do you have my back? 你有沒有 你看著 我有沒有你支持的 Don't worry I have your back 不用怕 我支持你 我照著你 就是這樣的意思 所以從背部打回頭進去 哈爾科夫一散下去 順手直殺進去的依九毛 這種的 繞了一個小圈來打 但這些動作就不需要軍隊多 反而是要軍隊突然 行動快速 看得準精銳 一打下去然後順便派了宣傳單章 射了宣傳單章 那些人已經在驚訝 已經是中了這個 即是shock and out 他嚇怕了之後 心裡一怕 兵敗如山倒 立即想投降 那些人已經沒有戰意 這些完全靠情報 如果沒有情報 你是不能弄險的 因為我肯定是沒有這個情報 所以我不會知道 烏冬可能有空隙可以給你用 抱歉 原來可以用 現在不錯 烏克蘭 利用到這個情報 拿到一個大勝利 這個大勝利最重要是一個政治意義 你看他的勝利一來到之後 俄羅斯平日他不會承認 但這次他真的承認 他輸了那個位 也導致俄羅斯屢傳消息不穩 再加上 另一邊就是西方有的士氣大震 烏克蘭士氣大震 你有這個士氣大震更加會願意 跟你落力去荷桑那邊打 而荷桑那邊 以現在收到的消息來計 應該就是 一號軍隊 一號軍團 一號軍團應該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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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散了就是投降 據聞也有些俄羅斯守軍已經在投降 所以你看到心理震撼有多大 通常你打 是靠的心理震撼 其實你等於納水德軍當年由阿頓山區穿過 馬其洛防線 其實那個是最弱的位 他穿過去之後 打馬其洛防線的背部 那法軍就立即投降 其實法軍如果你說 如果部署得當 站著跟他反擊 不一定見得輸勢給德軍 尤其是單義武器論 當時德軍Panzer 1,Panzer 2 大佬你這麼拼 跟法國的坦克其實是不得比的 如果你真的正面開拖 其實不夠打 但是當然啦 人家不是跟你玩正面開拖 人家突然之間 有一個驚喜攻擊 兜了你背部 一打下去 你們全部打破了你的信仰 你們認為馬其洛防線是堅不可破的 其實是很容易破的 那你們都突然沒有信心 指揮部又被人打了 將軍在哪裡 誰下命令 突然呆了那幫傢伙 然後 搞定 古特林也沒有時間來接收那幫傢伙 叫你自己去找後方 因為我沒有時間去踩 我要向前衝 衝了800公里直衝到海邊 很可怕 但是聯賽是不是大批戰鬥 不是 古特林帶的那隊兵是不是很多人 不是很多 你說 坦克的量 坦克很集中 但是總人數總量不是大 但是 那一刻已經嚇到法軍 已經是心理打擊 呆了 所以說 你自己去後面投降 我不能有空 老子現在要去前面 去拿多點戰功 你快點走 這幫傢伙 我沒有興趣俘虜你 你自己去後方報道 但是那幫傢伙真的去後方報道 法軍有些 你說什麼情況 現在都會是一樣的 俄軍突然有驚訝攻擊下去 然後就會不斷傳 消息就會越傳越誇張 於是變成認知作戰 第二件事我想說 而認知作戰 其實就是情報戰的一部分 所以這場仗的漂亮就是 既是政治戰 又是認知作戰 而根源就是來自成功的情報 拿到了 原來俄軍開始太多 不怕 兵力少不要緊 照樣可以嘗試進攻 而且可以找到他的弱點 而且 以美國今時今日的戰術電腦的能力 他有那麼多參數 收到那麼多情報 拿去分析 可以事前做一大堆的沙盤推演 而且沙盤推演我相信有多高的精確度 其實 烏克蘭執行之前已經試了把 戰略上試過把 然後 在戰術上要留意什麼呢 估計未行動之前已經 演習過了 沒有軍隊是可以求其打的 不是一個奇計就可以贏 他們多少都要做一定的演習 你才可以出兵 不然會出事 所以 我估計他們已經做了準備 所以這個是情報戰的勝利 而不是什麼聲不聲東擊西的奇計 但是重要的也是 政治上也是很重要的 因為一定要有一場勝利 不是說跟對手鬥拖 我終於拖死俄羅斯 這些有些政論的評論家 我覺得 我很難認同這種想法 沒有的我們繼續鬥拖 這個不是辦法 你一定要有時要鼓舞起士氣 還有有時也不能亂轉方向 這也是很慶幸的 我覺得 烏克蘭軍隊 根據事前的戰略 的部署 好了我成功了 我修復了伊九武 修復了另外幾個城市 他沒有直接追擊到勞金斯克 或者南下去打頓列斯克 是鞏固好現在的陣地 這就是證明他的戰略意識很強 亦情報很清晰 他們很知道自己這場仗的目標在哪裡 現在已經完成了作戰目標 行了你不要浪費了這場勝利 如果以為成勝追擊 不斷深入去打 分分都被人打回頭 到時就明明有一個好的勝利消息 變成一個壞消息 就沒有意思 反過來就振奮了俄國的士氣 而令到普京站穩了 你就大了 你現在就要趁著他這樣 令到普京風雨飄渺 他每輸一場就越樣衰 所以這一場 你看到烏克蘭是很定當的 就沒有好像有些 有些評論員說成勝追擊打進去鄧巴 你也瘋了 你會這麼容易打 人家這次的反擊是計劃好了 計劃好了做了成功了 堅守這個地方 鞏固了所有陣地 城內也有很多事情要處理 接收了投降的戰夫 接收了物資 然後當地的人民 要解救當地的人民之外 會不會有一些烏克蘭人也要召集他們回去 做一點重建 簡單的 恢復 老帥要 甚至哈爾科夫也能恢復全面正常 而依九母那些可能要建立好陣地 也要建立好居民的 生活的必需 你要安裝好防控系統 你怎知道俄羅斯不會再吹飛彈過來 很多事情要做 不是可以成勝追擊的 最多是否可以抽調軍隊 去 可以 繞個圈 去 一小節 可不可以說 向南行 去支援薩波羅薩 因為如果 薩波羅薩那邊 薩波羅薩這一邊 如果有多一點增援 至少就算是 心理上也好 是否可以嚇得到俄軍 賀桑那邊 和薩波羅薩那邊 那邊就不守 即是沒有心機了 已經無心戀戰 陷糧投降 這樣的話 投降得快 那你就可以在 核桑那邊 拿到更加大的進展 能夠在冬天前 連核桑也恢復了 就算不恢復了 也恢復了一大部分 士氣提震更加大 而俄羅斯那邊 士氣就會更加衰敗 還有就會有機會引發政治變化 如果你說在20 現在就 將會要建 和習近平會變 現在夠裸 就不需要 佳料了 但如果能夠在G20 11月 在G20開會之前 再多拖他一招 這就好玩了 他去不去G20也成問題 你去來做什麼 你去來被人笑 你這傻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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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分鐘你都不敢出去 因為一出去就可能有人政變隨時推倒你 變成這樣 普京之後的整個計劃已經可以執行 想好普京之後 小弟在3月7日 小弟有一個節目 叫做普京之後的名字 大家可以重溫 真的可以準備好 他現在的樣子 我們會再觀察 再看看有沒有新的進展 但我估計烏南不是一個讓工 是真工 實際上《柳遊時報》的訪問 證實了是真工不是讓工 只不過就是在烏東有情報收集到有一個好的機會 可以給 習年斯基一場大勝 政治上的大勝 這場政治上的大勝 可以強制習年斯基的位置 亦可以令到西方的民主政客有了信心 可以繼續捐錢 捐武器 繼續撐烏南下去 那怕現在雖然通脹 那怕雖然 俄羅斯不斷拿天然氣來玩 但現在已經可以證明了 就是你天然氣的戰略可以破產 你這方面西方有辦法捱得住 但是回到頭 我肯捱 但是 我就可以在戰場上換到這麼大的戰果 我和你捱 你吃屎了普京 所以這場勝仗的重要性 就是讓戰爭可以拖下去 還有就是有機會可以迎來更多的大勝 因為俄軍的士氣只會繼續崩潰下去 俄國的將軍也不再願意對著普京 所以你想一下軍事會議的取消 肯定是兩邊說不定的 我想 鬥媽叉都不出奇 現在普京叫人 現在打算叫FSB班人走去 抓勾將軍 即是殺勾 FSB採不採料成問題 你以為FSB那班人 即是那班特務 你以為忍得你普京少 這一兩年沒一口好吃 都多得你普京不少 以前認你做大哥一天跟你找到食屌 你現在什麼都沒有 還要再拖身口嘴諷 Unknown來被洌 現在 你最伯定onas 你仍是皮得大大 你以為幽 pesar輯 days 又或者變成尼古拉二世 k 所以 即是 你吃招 還 ruled你 你這些 這群人物謀 你現在是普京 睡都睡不著 到底兒子去不去上俠 去得上俠能不能回到你 要做多少安排 要清洗多少人 再清洗那群人 替你陽奉陰違 告訴你 我堆壞了 其實就沒有堆壞了 有些將軍說是不怕 我學許文強 弄斷尾指 我讓你拿尾指去交差 然後找化妝 走到自己的攝影 然後叫人造反 堆壞你普京 你猜不會 你現在這樣搞下去 普京一定會更加高壓 因為他都心虛 但是你越高壓 越多人會頂你不相信 還又死定又死定 以前就想著 我聽你說不會死 還有榮華富貴 你現在是不是都死 我不如堆壞你 會有這樣的情況 所以我們可以再看下去情況是怎樣 然後再討論下去 但我覺得這集的重點 第一 我們應該要著重不是奇蹟不奇蹟 而是情報的收集和運用 這場是一個經典的情報收集和運用 第二就是 心理戰術的運用 而這個心理戰術運用也是情報戰的一部分 或者叫信息戰的一部分 就是改變了別人對手的選項 一個好的情報 改變了自己的選項 令到自己勝利 而利用這個勝利去改變對手的選項 令對手的投降 第三就是 政治上的勝利就是令到澤連斯基站得更加穩 西方更加願意支援 而普京越來越陷入一個進退維谷之境 另外最後就很希望大家明白 不要太多謀略思維 不要經常想謀略 奇蹟那些 現代打仗更加沒有 周邊整個天空都是東西來看著你 不要想這些東西 這些無謂的 不要經常想奇蹟 正正經經去分析一場仗 或者正經經去看戰略 看你的整體的補給 軍隊的質素 你收到的情報 人家的佈置是怎樣 你可能還要訓練好你的迫軍隊 甚至要做出相應的演習 令他能夠熟練執行任務 這些更加重要 而不是再是 舊時候那些古靈精怪的 那好 今天先說到這裡 先多謝大家收聽 歡迎大家留言 分享 訂閱 訂閱 記得按鈴鐺 遲些再討論 拜拜 拜拜